很高興今天 其實我今天這個主題應該是創了台灣的紀錄 就是台灣大概在OpenVG也沒有人相同一個系列的主題 可以連續講三年 大概是頭一個可以做到這件事的 這個題目的話就是SVG有OpenVG的實際案例 那原本我是想要帶實際過來 可是實際的話我發覺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因為那個在設備連接上可能蠻麻煩的 所以大概只能跳過實際這樣子 那只能在上面run一些demo 那在這個開始之前我要先做一個廣告 這是朋友委託我的 PYHUG這是新竹的Python的聚會 使用者聚會 然後要首次開始的那種首次聚會 是由我們的那個育任同學 對育任同學他 他從美國要 就是應該說學成歸國之後 要在那個新竹辦這個Python的User Group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他大概 OK 那他的時間是在9月12日星期一 因為他現在人還在美國 應該最近幾天 應該是下禮拜 下下禮拜會回來這樣子 OK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在9月12日然後週一晚上在新竹的聚會 那相關的訊息的話 大家可以到Google上面去找一個 叫PythonTW的這個Group 裡面有相關的訊息 在那個Google Group裡面 PythonTW 沒有點喔 就PythonTW這樣子 或是說到這個UIL 這一點MP POB VDD 這個UIL裡面 那有相關訊息 好 那廣告就到此為止 這是我們今天的內容 OK 那首先我們要先來談一下Web 那Web啊就是 現在就是尤其這幾年就是 Web的發展就是包含HTML5的發展 那就讓Web的各種可能性都有 就包含就最早以前 Netscape提出一個就是 一個拿Web的Browser 當OS的一個概念這樣子 那慢慢最近幾年看起來 就越來越可能包含就 大概做的最好 目前看起來就做的最晚點 可能就是 就是那個HP的前產品 叫WebOS這樣子 好 那 那再來是由Punk 就是Punk這家公司後來開發出來的 那這個WebOS的話 它可以做到就是你整個 應用 就是它是一個手機的作業環境 然後裡面的應用程式 全部可以用JavaScript 還有Web的相關的一些語法 然後去那個 實作你的所有的application 包含撥號啊 然後錄音錄影之類的 它都可以做得到 那你就只要JavaScript 然後Web這樣就可以了 那再近一點的話就是 Mojita Foundation 它最近也提出一個計畫 就是用Gecko 就是讓你開機的時候 就開進Gecko的這個環境 然後就是整個就是 你開機的話就是一個Web的bowser 那所有應用程式全部都在裡面 這樣子 那這個其實大家知道那個 其實Mojita 這個Gecko Engine 是從Nescape這邊演進過來 所以這個 它這個計畫可以說 已經進行了 應該說 提出了十幾年之後 然後最近才真的要真正的落實這樣子 OK 所以Web的那個可能性 現在就越來越大 包含就是H105的發展這樣子 好那可是談到Web的話 我們就必須要談到說 Web的一些問題 我們今天最主要focus Web的幾個問題 大概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 Web它的那個整個 它的功能太過 太過複雜 因為有太多Spec 然後被加入裡面 然後也有太多Spec 是被丟掉 可是它都一直存在流行器裡面 還有一些它的整個API 目前它還沒有很統一這樣子 所以在執行效能上面 也是一個大問題 因為你太過複雜的話 它整個那個環境的話 就會執行效率會比較 比較不是那麼好 然後加上它的記憶體 也會吃得比較多 這是Web的主要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說 在一個 如果說我們要在Embarrassment上面 去run一個 這樣一個東西的話 現在的瀏覽器 不管你是 我們講OpenSource的瀏覽器 就是不管是Gecko的Engine 或是那個 那個叫什麼 另外一個叫 Cone或是WebKey的話 它基本上 就是在Footprint來講的話 都太大 然後執行效能也 也不夠好 因為我昨天 昨天才跟幾個朋友 那個 Scott Tsai還有他朋友 聊到就是說 一個WebKey到底 它可以縮到多小 最小的 你最小的可能性 大概可以 整個Browser可以縮到多小 這樣子 然後就是 這是 在Storage裡面的Size的話 根據Scott Tsai 他說他曾經可以做到 大概16Mbps左右 這樣子 那顯然16Mbps 只是在Storage裡面 可是實際上 記憶體裡面的話 它Size已經 遠遠超過這個16Mbps OK 那這種情況的話 如果針對 目前的手機看起來 是還OK 可是 就是針對 就是說像SizeBus 或是其他那種Device的話 它 它基本上 它對成本的要求 更嚴格的時候 它 記憶體還有執行效能 都沒有辦法 可能都沒有辦法達到 這樣子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 比較 簡單的那種 解決方案 然後可以來 解決這個問題 OK 那 那 基於這個想法的話 就是三年前我們 就開始 思考說 既然Browser這麼複雜的話 那我們可以 添取裡面最重要 最精華的部分 那 這個部分的話 這句話我大概講了 三次了 因為我在 這個相同場合 也講了三次了 好 那 基本上就是說 我就把整個環境 就是 簡化到 這剩下的SVG 跟JavaScript OK 那 SVG 選人SVG的原因是因為這樣 我們有另外一個選擇 叫Canvas 那 Canvas的話 它有一個優點 就是說它執行速度 其實 比SVG快 現階段來講的話 它是比SVG快很多 那 可是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 你在 這個程式在一起的時候 你必須 care很 就是必須 去處理很多事情 比如說 ABA branding 然後 你 就是說你update的時候 你哪些 就是dirty area的 那個detection 都要自己去做 那SVG的話 那它的好處 就是說 你後面的engine 可以幫你去做掉 那你就不需要去做這塊 那你想想看 如果說你 畫一個button 那你必須 你在button如果說 你形狀會稍微變一下 比如說 按下去的時候 它可能會稍微縮起來 然後又放 又放大回去這樣 這樣一個效果 那你就會 就必須去detect說 你現在到底這個 button的範圍 到底在哪邊 然後自己要去決定 哪些地方要去重新更新 這樣子 那用SVG的話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在程式寫作上 會蠻方便的 那JavaScript的engine來講的話 它有一個問題 就是過去來講 它執行的速度 其實都蠻慢的 可是 就是 很幸運的是 Google幫我們 貢獻了一個 叫VAD 這樣子 這樣的一個東西 所以它速度其實快很多 就是前一陣子 去年有一位 中國的網友 他做了一個測試 他是做一個 3D rendering的測試 這樣子 然後他做3D rendering的測試 大概 它的速度大概是 我記得沒錯 好像是Java的 Java的1分之1 然後C++的1分之1左右 這樣的一個速度 OK 那 後來就是今年的話 Google又針對 那個VA 又做了一些改進 然後據說 它速度又提升了好幾倍 這樣子 那前幾天也跟 另外一位朋友 有NDK的朋友 他剛好有做 對這方面比較熟 他講的是說 在那個code的那個density 就是密度的話 它增加了蠻多 就是 以前就是說 每一個指令的話 就是每個JavaScript的指令 它可能有一些 前後的一些指令 一些額外的指令 然後去做一些 譬如說 它把它做成類似 像一個一個 function 這樣子 然後每一個指令 就是一個 function 然後去code 所以你會有額外的overhead這樣子 然後後來它做一些 新的方法去改善它 然後最後現在可以 類似像重新產生code 真正的就是run time 去做code generator 那code density 接近1比1這樣子 所以 照理說 這樣應該會蠻接近JavaScript 這樣子 應該跟那個 不是 蠻接近那個C++ 跟Java的JIT 應該是蠻接近的效能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high definition這個問題 就是 我們繪圖的話 要知道就是說 你除了說 譬如說 你畫一個三角形 除了它的形 應該說 你畫一個pax 就是一個多邊形 那 除了說它的點的數目 是會影響到你的效能 另外一個就是說 它的大小 其實會影響到效能 那 high definition的話 就是目前有 主要是兩個規格 720p跟1080p 那我大概算一下 這 720p大概是 大概是我們標準的那種 電視傳統的那種 電視的那種 2.6倍的 的那個pixel的數量 大概是 解析度大概是它的2.6倍 這樣子 應該說它pixel的數量 大概是2.6倍 那 如果是那個1080p的話 就高達6倍這樣子 所以說它整個那種 你的IO 應該是說 Memory的存取的數量 就會增加了2.6倍 或是6倍這樣子 所以你原本 也許原本你一次可以畫 比如說 27個frame這樣子 那你可能就 就只剩下十幾個frame 應該不到十幾個frame 然後 或是說 各位數的frame數量這樣子 每秒鐘可能就只有 各位數的數量 所以 一旦解析度提高的話 就是 我們在繪圖的那個效能來講的話 會 產生很大的考驗 這尤其是在那種Ci80這種 這種環境下的話 其實影響更大 因為他們通常 他們的CPU其實都 還蠻多元的 現在我們手機看到的是 上居的 甚至雙核 然後現在有四核的出現 那 可是 Ci80通常不太可能這樣做 大概可能只有四五百 頂多六百這樣子的 那種 所以就有一個 所以有幾個問題 一個是 繪圖的速度不夠快 就是說 我畫一個圓 或一個方形 甚至一個圓角 那 它計算量其實蠻大的 那 另外一個是 貼圖的速度也不夠快 貼圖的速度就是 就是 Memory Copy的速度 還有做ABA Berending的速度 那 這個的話就是 我們一般來講的話 CPU到底快不快 還有兩個地方 可以決定大部分的那種效能 第一個部分就是 CPU內部的卡克 到底夠不夠快 另外一個是 Memory bandwidth 到底夠不夠這樣子 OK 那我們先看看剛才講的就是說 像 1080P的話 它是 我記得沒錯 它大概是 2MB個Pixel 那如果每個Pixel 3個Byte來算的話 它就有6MB 每個Fram 要有6MB這樣子 OK 那如果你要 你要 每秒鐘要有10個Fram的話 那就有60MB的頻寬這樣子 那 可是通常我們 10MB 4個Fram 可能不夠 可能要到20個Fram這樣子 20個Fram 或者27個Fram這樣子 那所以 這個量非常大 再加上 雖然說你螢幕只有那麼大 可是實際上你在那個 記憶體裡面的Copy 其實是蠻多次的 譬如說你貼一張圖 其實它基本上至少會有兩次 就是你要先把它讀進來 然後再把它貼到螢幕上 那就有兩次了 所以它又要Double 甚至三倍四倍以上都有可能 OK 所以貼圖速度也不夠快 那 這個怎麼辦呢 當然你可以從Software去解決 另外一個方式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用硬體來幫忙 硬體來幫忙的話 有很多方式 硬體如果幫忙繪圖的話 它不像我們一般的CPU的話 譬如說你要畫一個點的話 你要先算這個點的位置 然後再把它那個點的值 也許要先讀進來 因為你可能要Blending上去 然後再把它 再做一個運算 可能XO或什麼之類的運算之後 然後再把它放回去 所以你做一個動作 其實要好幾個指令去完成 可是如果硬體來幫你做的話 它就可以 在一個Clack cycle裡面 可能就完成這個動作 這樣子 甚至可以完成好幾個 這是硬體的一個優勢 所以你用硬體來做的話 基本上它 它Power consumption還有成本的話 是可以降低的 因為你CPU可以不用那麼高檔 那硬體來講的話 其實有 就是繪圖加速 硬體的話 大概有兩種 一個就是2D跟3D的加速這樣子 那2D或3D的GPU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螢幕 右上角這個圖 大家覺得這是2D還是3D的圖 大部分人應該覺得是3D的圖 那實際上 像這個圖的效果 其實只要2D就可以做得到 那所謂2D 其實它也不是完全2D 因為我們現在講的2D的話 通常它是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的3D的功能 它是有 就是說我們2D裡面 它其實是有深度的概念 就是它可以讓你放大縮小 利用那個深度來做放大縮小 這叫Perspective的Matrix 然後去Apply到這上面的話 你就可以模擬出這種3D的效果 所以基本上這個畫面 其實只要2D的加速器就可以完成這樣子 那以3D來講 我們都知道有OpenGL 還有EGL這些 Infrastructure API可以用 那現在這個畫其實蠻普遍 像最有名的可能是PowerVR的GPU 然後另外可能是Arm的Mali 那當我們PG上的話 可能就NVIDIA之類的那個GPU 所以OpenGL目前其實是蠻普遍的 可是OpenGL有一個問題是說 它的整個PowerVR其實是很複雜的 所以你整個製作的成本其實是蠻高的 那大概應該可能都會有印象 就是NVIDIA 他們的 他們宣稱他們的那個GPU 其實它裡面的GAT的數量 就是說它的邏輯雜數量 其實遠遠超過現有的那個 那個CPU的那個size這樣子 那所以其實這個複雜度的話 大家跟成本其實大家可以想像的出來 那在這種低階產品的話 當然不太可能說用這樣的東西 畢竟它的成本其實高滿多的 那可是如果2D的話 那我們有什麼樣的標準可以使用呢 就是OpenVG這個標準 那OpenVG的標準的話 基本上它跟OpenGL現在是由相同一個組織來做制定 還有協調的動作這樣子 就是下面這個組織 這個我不太會唸 這到底要怎麼去唸 那 基本上就是它跟OpenGL一樣 就是說是based on EGL 然後EGL上面再去 把那個OpenVG的API定義在這個EGL上面 EGL其實它是做一個initialize 主要是做一個initialize 跟記憶體管理的那個動作 那實際上繪圖的功能的話 這API都是由OpenVG在這邊來制定 那針對2D的繪圖的部分 那大概它的功能大概是長這樣子 大概就是你可以畫一個曲線啊 然後它把你曲線切成一段一段 然後把你畫上去 然後幫你貼圖啊 然後幫你做矩陣的旋轉 就是線性空間的旋轉 或是轉換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 或是做一些顏色的轉換 Up-Up-Ending 這類的 這是OpenVG的 OK 那SVG跟OpenVG怎麼搭起來呢 那其實SVG 大家如果有看過的話 其實SVG它的整個那種結構 其實跟OpenVG是蠻 API其實蠻接近的 就是它的那種Data的表現方式 其實蠻接近的 所以通常你只要一個小的 簡單的程式做轉換 一個小的script做轉換 就可以直接把那個資料 位給OpenVG使用這樣子 所以用OpenVG來加速SVG的話 其實是蠻快的 就是說可以加快蠻多 因為我們有一個例子就是說 我跟一家公司 叫 我跟那個楊智 國內一家廠商 然後做合作 那他們有做一款chip 對有一款chip 然後他們上面有做自己的那個SVG的Hardway 那我們測試的結果是在這樣子 如果說我純粹用軟體去Randon 就是用Kyro 然後在那個板子上面Randon的話 一張那個Tiger 大家可能有看過就是一隻老虎的那個 那個如果說我用Kyro去Randon的話 可能一秒鐘可能只有兩三個Frame這樣子 可是它用那個Hardware的話 大概可以達到最快 就是如果沒有其他軟體介入的話 大概可以達到60個Frame 這樣一個速度 可是它很快沒錯 可是你還會有其他overhead 比如說你要Memory Copy 記憶體管理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你要準備資料什麼 這些overhead加起來的話 可能就沒那麼快 好那到底要多快才夠呢 那根據測試的結果 我們一般來講 印象中大家會告訴你 你一秒鐘要大概27個Frame 才會夠快這樣 那實際上的話我們測試的結果其實 你在電視上面 就是Cyrebus或是其他的Monitor這樣子 其實你大概只要12到14個Frame 然後你只要間隔是很一致 就是Gitter不要太大的話 基本上它其實就蠻順暢的 你只要到12到14之間 其實就蠻順暢的 那當然你還有一些因素會影響 比如說你可能需要Double Frame之類的 然後做那個Frame的切換這樣 Free Pin這樣 它可能才會看起來比較順 因為它那個一些視覺效果 比如說你一個正方形開始的移動 有時候會發覺那個邊邊的地方 一直在閃一直在閃 那你就會看起來 就是如果有閃跟沒閃 那個感覺其實差蠻多的 那種細節只要稍微處理一下 其實你就不用那麼高的那種Frame rate 好 那個 這個好像重複了 好 那 那 接下來我們要講到就是 Metal Bubba的這個project 就是 我們這個project的話 其實進行到現在已經是第三年 大概 我們去年 有回顧一下 去年大概7月底 我們大概是那種project開始的時候 所以我們今年現在已經8月 所以剛好過 已經邁入應該是第四年了 OK 那 我們現在 剛才有講到說 我們用那個 SVG 用OpenVG去加速 那因為我之前有寫了一個範例程式 那 是像這個 這樣一個小遊戲 它是一個坦克大戰的一個小遊戲 那 這個遊戲的話 我們在那個 在 就是洋製的那個平台上面 來用它的OpenVG 去做一個做加速這樣子 那 如果沒有加速之前的話 我記得沒錯 大概就是3到4個frame 這樣 因為它裡面東西是蠻多在動 這是小小的 OK 那 大概加速完的話 大概就是達到 達到大概 好像18個frame frame rate這樣子 18 pps 這樣 OK 那所以說它 其實那個加速的效果 其實還蠻明顯 那 那當時是在那個720p的解析度下面去run這樣子 OK 那我們大概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程式其實很簡單 就是一個坦克然後會跑 然後你這邊可以發射 然後去追它這樣子 OK 那這個AI很簡單 反正它就是追著你的坦克跑這樣子 那你一旦被盯上的話 它可能就一直盯著你打這樣子 那打個不停 大概就是這樣子 OK 好那 在那個SVG之外的話 就是 其實我們除了就是SVG之外 SVG只是幫我繪圖 可是實際上你在寫應用程式的時候 尤其在SVG之外的話 會有很多狀況是說你的UI上面 可能很多流程或是什麼 全部都要重新自己來這樣子 因為線程的元件 基本上你不會在電視上面看到 GTK或QT的Button在上面閃 基本上應該沒有人會這樣做 那大部分做法其實就是自己重新去繪製這樣子 OK 所以我們就想了一個這樣一個model 大概是這樣 希望說我們可以在透過工具的協助之下 可以讓UI Designer 還有Art Designer 跟Programmer之間可以合作 可以讓 比如說UI Designer 可能是PM或是什麼 它去跟客戶談 談出來的結果 可以直接deliver給Art Designer 去做一些修飾這樣子 然後再交給Programmer去做 所以最後我們 後來就是提出了就是說 在去年 應該是去年的時候 就開始Scribe這個Project 那這個Project的話 是一個工具 大概是 它大概 這個工具大概是這樣 就是說 希望說它做出來的東西 有沒有 譬如說這個OK 下面這個OK 這個元件 可能是我們畫出一個Button 然後我們去定義它的Stand Machine 然後透過這個Stand Machine 跟你的程式碼去做連結 然後還有一些動畫 也透過這個Stand Machine去取歌這樣子 我們大概看一下它的界面 好了 OK 那這個的話 大家可能 去年可能有人有看過 那 今年的話 我們加了一些新的功能 去年的話 大家大概只有看到 就是上面這一排 然後 可以畫 就是 編動畫的功能 那我大概 大致上稍微編一下 那 這是一個簡單的一個動畫 那 去年我記得去年有試者要demo這個 然後去年好像就失敗了 所以今天算是成功了 OK 那除了這個動畫的功能之外 就是 它這邊其實 我們是用Inscape去做Extension 做Extend 然後這邊其實很多是Inscape的功能 那我們做的主要是 上面這部分還有 這邊這些部分 這些是一些 物件的 原件的管理 譬如說你要畫一個Button 你可能需要很多的Button 然後各自它的行為可能不一樣 所以你就可以定義很多Component 譬如我加一個新的Component 然後我就可以在這邊 就去定義那個Component的內容這樣子 然後再把Component可能可以 拉回來這個主要的畫面裡面去使用 然後 這邊tilelight 另外就是說 我這邊可以定義一些Extension 像剛才那個動畫 每一個動畫 你就把它想成是一個動作 那我就可以定義說 每個原件到底有哪些 那個Extension可以使用 這個主 主原件不行加 其他原件可以加 例如這個 加一個新的 新的元件 那個Extension進來 那我就可以定義說 它可能 譬如說一個Button 它可能有兩個動作 一個是被按下去 一個是被放開 那這兩個除了是最終的狀態 譬如說 按下去的時候 會是變成半透明 好了 然後放開的時候 它可能是不透明這樣 那這個中間可能還有 漸層的效果 就是慢慢的 慢慢的變淡 慢慢的變明顯 這樣子 那這個畫就可以透過 定義這個Extension 來達成這樣子 那你就可以 除了這個的話 就是這些動作 定義出來 那最後我們還可以去 幫這個元件去定義State Machine 那這個State Machine的話 那你就可以去 OK 那像這個State Machine 那你就可以去新增 它的一些Transition之類的 然後去修改 做一些簡單的修改 大概就是像這樣子 然後去拉這個State Machine 這樣子 那這個State Machine 就是用來是 讓你去控制說 你這個行為 譬如說 你收到什麼事件的時候 它就要去個什麼動作 那你可以透這個State Machine 來定義 定義完之後 就是這些所有元件 定義的內容都有了之後 那你就 可以很容易的 就是說 把 就是說我們這個程式 東西全部都會 存到SVG裡面 變成SML的形式 那我們就可以用工具 把它轉成程式 那這樣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你就不需要動到任何的 寫任何程式 那基本上它就有一個 可以動的一個model這樣子 所以它很適合用來做 快速的Prototyping Fast Prototyping 然後很快的做一個Prototype 出來 那這個Prototype 做完的東西也可以直接跟 因為這邊有定義State Machine 那透過這個State Machine 然後 事件的那種傳遞 然後跟背後的那種程式邏輯去做結合 這樣子 大致上大概就是這樣 OK 那這邊大概來講一下 我們大概是怎麼做 我這個scribe大概是這樣的 主要是用inscape 然後再加上py 就是我們用sison這個東西 它其實是一個 python的那種binding的generator 它是用python的語法去寫 寫那個python的binding 就是說如果說你native code要 如果你python裡面要使用到一些native code 提供的function的話 那你要 產生一個binding 讓那個python的code可以去呼叫它 OK 那我們就用這個sizen這個工具 來做這個binding 那 有這個binding之後 那我們就 其他這些我們剛才看到的這些功能 全部用那個python去完成的 那instagram它本身其實是用C++寫的 那其實它裡面的結構其實還蠻複雜的 所以我們就後來我們就決定 原本是要用javascript 可是javascript有很多功能 library其實還沒有標準化 然後 也不是很完整 所以我們就決定還是用python 因為python一些library其實蠻豐富的 而且也蠻 許多那種主要的功能 像httb網路 之類有沒有的 或是assembler parser 它其實都標準化 所以大家看到 像包含這個stame machine 然後這些上面這個 還有旁邊這些功能 全部都是用python 然後加上python-gd可以去完成 所以你只要用python的code 寫python的code 就可以去完成這些功能 所以這個平台基本上 除了做這個功能的話 你其實可以用相同的minding 去做其他的 比如說用這個來做投影片的工具 因為這個inscape 其實它繪圖的功能是蠻強的 那我自己 其實我自己今天這個投影片 其實也是用inscape去做出來的 OK 那它做出來的話 我覺得是 對我來講是比那個 那個什麼 PowerPoint是 比較容易上手 因為PowerPoint 你大概就是 除非就是你很知識的 那如果說你要做一些 就是說想要做一些控制 然後不想被它 template的限制的話 其實這種東西是比較容易去使用 像畫這個圖 我就是直接在裡面畫 那大家要知道 PowerPoint這個繪圖功能其實是蠻爛的 那inscape這方面其實就蠻強的 OK 那大概今天的talk大概到此為止 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大家有問題的話 桌上有那個talk鍵可以按起來 那有問題嗎 OK 好 來那邊 我請問一下那個 如果 它那個程式本身如果是用3D秒會點的話 2D有什麼方法可以做加速 3D的描繪點 它如果是平面的話 如果是3D的平面 就像剛才看到那個是平面的話 其實用2D的加速方式其實 就蠻簡單的 你就把2D的部分沒有 深度的部分基本上它是可以表示 就是OpenVG是可以表示 SVG是沒有辦法表示那種深度 可是OpenVG是可以表示那個深度的 它是有一個深度的東西在裡面 應該是說它在轉換的時候 是可以把深度的東西帶進去 所以你可以先把它描繪成一個平面 然後再用那個matrix 就是它的線性轉換去轉出那種3D的效果 好 謝謝 如果是曲面的話它就沒辦法 就是如果你是曲面 譬如說一顆球的話 它就沒辦法去處理那 你可能要把那個曲面切成很多個小塊去處理 好 OK 那大家還有問題嗎 那因為我們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在這邊謝謝SYNC 好 那大家掌聲鼓勵鼓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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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